然後還有一個成功的 一個成功的成功 邱小愛這天可愛的樣子 真是讓周圍的大人小開懷呢 就這樣日秋晨訊和邱小愛 出席在韓國的品牌活動 好久不見的邱小愛這天 被爸爸牽著出來 還乖巧的向大家問好 而他們離開了綜藝節目超人 回來了之後 就焦燒在螢幕上亮相 這天久違露面 已經七歲的小愛身高已經高了許多 遺傳到模特媽媽的幽良基因 看起來相當鮮細高挑 看來潛力無窮呢 而這天和邱晨訊的互動也相當鬥劇 讓圍觀的人們都不自覺笑出來 說不在意 還很封公 很緊張 看起來不像同樣 看起來不像 Estado 看起來不像蛇嗎 看起來不像肌肉 她不像空 其實她不像是一天 好